他的徒孫就是楊晴寶,而這位董英傑師傅就是楊晴寶的徒弟,而吳家泰極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他的兒子就是吳鑑宣,一會雷台比武那位吳公義就是吳鑑宣師傅的公子 座慶的節目全部表演不辣,一場緊張刺激的拳賽立刻會開始,現在泰極派的吳公義師傅登場,接著就是白學派的陳克夫師傅亦都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像西洋拳一樣,剛才胡師傅的打扮就像長生,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真是雙影成縮 就像中國功夫對西洋拳一樣,吳師傅一上來就脫衫比武,何賢先生說不用急,先坐一會休息一會 關於這次的比賽,吳師傅和陳師傅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他們這次的比武是為了香港食氣味大火災民,籌無原本 但是高手過招,拳腳無盡,所以就要簽罵了生死狀,任何一方面不幸相亡都無得追究 吳師傅說這要搶眼睛,所以大會南北將圍繩的白布脫下來 一會兒比武的時候,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現在是第一個回合,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拿給大家看看 陳師傅和吳師傅兩位嚴陣以待,先探探對方虛實 一開始吳師傅先下手為強,用太極的圈紋頭打出第一圈,才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是如何把吳師傅剛才打中陳師傅那一拳 這個是第三個角度,因為有盲鏡,大家可以看得這麼清楚 一開始,立即是白鴻的村船強烈向對方進攻,而這個太極的撇身頭亦是極力打架對方的中路強烈攻勢 大家留意,現在太極的前鋒手左手,有一推前,跟著盾左馬,有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陳烏夫的師傅是左勾頭,剛剛勾下去,勾勁連宮治師傅的頭那裏出了成圈之外 幸好吳師傅反應得快,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麼宮治爺也叫他暫定了,因為要對方,雙方站定了腎腳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看到陳烏夫好像抹一下鼻子一樣,不然有血流 由此立刻撿開,雙方猛力都對打 好,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這兩位武術名家是絕無欺詳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立刻展開一場是極烈的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和他們將中國武術方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現在是第二回合了,看看雙方又用甚麼招數了 雙方都是首先探望虛實 一開始胡師傅立刻拉他過來,一拳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立刻展開猛烈的板工 其實剛才那招打得很硬 現在胡師傅是猛烈的,希望把陳師傅的手打中了 讓他的手受痛,出拳的時候沒那麼大力 第二角那邊看看,這下胡師傅一下牽涼手拖陳師傅過來 就一拳打出了一下,讓大家看到胡師傅用這個太極的前鋒手 即是左手,是逼著陳師傅的進攻的 陳師傅一撲快,他就用左直拳衝出,令陳師傅沒辦法接近他身的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陳師傅的拳法這麼迅速,一打一拳的時候 對胡師傅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這個是第三個角度,也是第二個回合的 大家更清楚看到,胡師傅可能年紀太太了,要跌省自己的體力 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起不動就我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會動動自己的步伐 只是虎視眈眈,撐住陳師傅的一舉一動,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師傅這方面是體力健忘,約發靈活,所以他們四周遊鬥了 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產,就等待機會垃圾出擊 陳師傅起腳,胡師傅又起腳? 沒錯,雙方都起腳,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 不知道裁判團怎麼判 好了,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大會終於判決了 這次的判決就是雙方不勝、不敗、不和 老外圍那些真是大質所望,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將中國的武術用在慈善籌款上面 不單止令到陳樂夫、胡公義這兩位師傅 得到慈善團王的美譽 同時亦都在武林歷史上寫下光彩的一意 在做比賽中會上不敵人 中文房… 好… 超… 超… 不單止… 逆… 好… 好… 好…